牡蠣炸酥脆 咖哩盛禁盤 台南這間餐廳 被網友劉一新負評 但卻讓老闆笑翻天 網友劉一新 原因是老闆爸爸 把他公訴當掉了 還寫下東西不錯吃 但我還是很不高興 讓老闆現身回應 會幫忙轉告我爸 但你這樣貧一顆心 我很無辜也很不爽 被負評然後很開心 那天心情都很好 我爸在大學當教授 然後把他當了 然後 然後他就來店裡吃飯 然後又留一顆心 至於把網友給當掉 餐廳老闆的爸爸 也出來留言 稱讚學生很可愛 無處表達心情 來著抒發很有創意 請大家不要責怪他 懂的人看了 也不會因為這個負評而不來的 就是只是 就當一個笑話樣 對啊 這應該跟老師反應 來這裡跟自己 這裡反應什麼關係 滿無辜的吧 因為這個平日是這家餐廳 老闆笑說開業五年 第一次被留一新 跟店內服務餐點都無關 竟然是因為爸爸 把學生當掉而來 也向這位網友喊話 再來光顧會請他吃飯 算是安慰他被當掉的心情 三類型的王少宇 會說